早晨 今天是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天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由雄毅资本的投资总监李泽铭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Allen 今天大肆有什么焦点 早晨Wendy 今天大肆大家都一定是关注腾讯的业绩 另外就是今晚我想都会公布京东和亚历 所以最近大肆焦点应该都在重磅科技企业的业绩身上 美国那边当然是昨晚的CPI 经历了这么久后终于回到二字头 这也是值得开心的事 只是可能提前反映了 所以你看到昨天美股或各样主义的资产 都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动 是的 美股后市的走势又会怎样 还有腾讯看到超出市场预期业绩之后 其实看到ADR也是向下的 后市部署应该怎样做 Allen 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还有提提大家 稍后10点内地会公布三头马车的数据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便宜兰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做好的导致重上4万点 美国7月份核心通胀连续4个月减速 为联储局9月启动减息素除障碍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后一度倒跌 收市向上 导致收市升242.2点 收报408点 升幅0.6% 标指升0.4% 收报5455点 连升第五个交易日 纳指升0.03% 收报17192点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科技股上日的表现 苹果股价向上 连升第七个交易日 Google母公司AlphaBag 可能会被美国司法部要求拆骨 股价跌2% Tesla一度失手200美元 收市跌幅收窄到3% 金融股普遍做好 美国运通升2% NVIDIA年升第三个交易日 再升1% 食品公司加乐市 获斯人糖果公司Marks 提出360亿美元的收购 加乐市的股价上升7%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普遍向上 网易比本港收市高出2% 腾讯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但ADR要跌3% 比本港收市低的 折合368.91%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65.74% 建行要比本港收市低1% 看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暂时普遍向上 日经平均指数早短 升169点 最新报366,612点 首业综合指数升23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升3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7点左右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我们现在看到最新债向下跌80几点左右 稍后对原判 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和Alan King谈谈的CPI数据 美国出了通胀数据 7月份辟除食品和能源核心CPI 按年升幅是连续四个月放换 6月份是3.3% 最新的数据是3.2% 最新的数据是2021年初以来的低位 与市场的估计一致 而消费物价指数即是CPI 按年升幅终于到2至头 由6月份的3%放换到2.9% 这个数据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而按月的数据 CPI和核心CPI升幅都是0.2% 同样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美国在上月的升幅当中 按月CPI的升幅当中 近90%的升幅是来自住屋价格的 另外一些分布 例如是能源、新车、服装和机票价格 就看到按月有一个回落的趋势 数据出台后 其实债息就先升后跌 利率期货就看到 预计减息9月份 减息25点指的几率 就回升到63% 现在至年底 市场预期就大概减1L左右 Alan 你怎么看今次的CPI数据 即是减息的障碍 是否其实已经完全数据了? 减息的障碍本身也不高 因为经历过几轮预约的经济数据 即是由今个月初的公布飞龙开始 曾经有人担心过 美国会否有急速的衰退 主要紧急开会减息 当然这件事也不是太现实 所以经历过一轮后 所以大家本身也觉得 9月怎么也减息 现在的争拗 或者现在大家估计的分歧差异 在于究竟是减1次还是减2次 就是减0.25 还是一次过减0.5 本身这个CPI出台之前 其实昨天PBI出台的时候 其实一度减0.5的机率 其实是稍高的 当然出了CPI之后 理论上应该是进一步信除障碍 但大家其实开始面对现实 就是联储局 其实就是除非面对着 美国经济一个急速的下滑 或者一些紧急的状态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他的确没有必要 是有一个急于的减息 当然通胀受控 或者是美国经济数字 稍微下滑的时候 对于联储局来说 其实他减息的时候 可能会减得更加顺手 更加舒服 但是他没有必要一下子 就减0.50 因为对于联储局 就是为什么要长期 维持着一个这么高的息率 一来就是维持着一定的息率 利率曲线才会符合一个合理的水平 就是说你借长债的 你应该比较高点息 借短债的时候 你应该比较低点息 因为过去2008年开始 就是QE十几年的时候 已经扰乱了这个利率曲线了 所以令到很多传统生产学的理论 在这个时间就不效的 所以联储局其实他趁加息 或者趁美国经济 或者金融系统回复正常之后 他是有义务的 也有责任 是将息率回复一个合理的水平 所以维持三至五厘 对于他来说 或者是对于2008年之前的世界来说 其实借钱要给息是天经地义的事 只是经历了2008年之后 大家习惯了借钱是不用给息的 而且经常有人追着要你借钱 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 或者这个情况 短期内我都看不到会再回来 就是说世界可能会回到2008年前的情况 就是联储局会维持一定的利率 所以非必要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不会大手地减息的 所以我想之前可能市场有意 会不会是报大这个减息的预期 所以就知道之前那些人越催越大的时候 初时今年减两次减三次减四次减五次 或者紧急减息一厘 其实也有人说 但是就出完CPI之后 反而就很多那些很乐观的分析员 就回归理性 就开始就back on 这个九月份可能减一次 去到十一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减多一次或者两次 所以今年埋单计数 有机会减多两至三次 譬如说 还有提提大家先 下一次的议息会议就在九月中 仍然有多个重要数据可以参考 譬如说八月份的就业报告 七月份的PCE 以及八月份的CPI 现在都要看多些数据 再作一个再确切一点的订论 但好了 现在看到九月似乎是 启动减息就没有原念 大家看看减息的幅度 但美股的走势 你会怎样投射呢 譬如说在黑色星期一之后 其实美股也有一个颇强劲的反弹 现在导致上回四万点流上 你觉得今年年底之前 有没有机会再破早前的顶 今年年底前有点困难 因为现在已经八月了 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月的时间要突破之前的顶 因为我仍然觉得美股 还要经历多一个调整周期 这个调整周期的源于两分别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 刚才提到一个减息预期的降温 因为之前煲减息煲得太厉害了 所以真的去到要实际面对减息的时候 反而大家开始回归利息 所以为什么昨天的CPI 就是落到二字头的时候 反而美股或者利率敏感的资产 没有出现一个大升的情况 或者没有出现一个很振奋的情况 就是现在大家开始对于减息的态度 或者预期开始回归现实 这是一个短期对于美股 来说的一个拉低的因素 另一方面的因素 我相信AI在炒作了这么久之后 其实AI相关的概念股 短期的确有比较大的调整压力 源于就是大家之前 由于很多AI 例如NVIDIA相关那些 其实那个业绩网都会超预期 但是超预期是超预期的 超预期得利 现在大家的预期已经拉到很高 所以你要再符合预期 其实难度就越来越高 因为另一方面本身基数也很高 所以如果是一些业绩开始有少少 或者业绩之后的指引 开始有少少 就是符合不到现在市场这么夸张的期望的时候 可能这些AI相关的股份 会经历一轮的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我相信都是短暂的 因为AI在未来我相信主宰社会的机率 其实是会越来越大 以及发展也越来越迅速 资本市场在这方面的投放也会越来越大 就是大家都会逐步加码 尤其是一些在AI里面是赚到钱的企业的话 它应该会进一步加大的投放 因为大家都在抢占这个市场 一定会有很多先行者的优势存在 所以短期的确是有面对比较大的调整压力 但是长期来到说 无论美股也好 或者AI板块也好 应该都是值得 我相信是长期持有的 嗯 也是一个值得憧憬的行业 你会看 比如说近日有一个回调之后 又有一个反弹 比如说可不可以 这个水平是否一个值得吸纳的时机 还是说如果刚才像你这样说的 你预示美股再破顶之前 就再有一波跌浪 还是等那个时候才买 作为长线投资会比较 就是叫做合适一点的一个策略呢